现在我在等国民党的这个 他有一道办法 郭台铭选不选2024 各种传言满天飞 而国民党内也存在不同声音 毕竟在2019年4月 郭台铭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手中 接下荣誉党员状 并表态将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 但在7月败选后 9月就发表声明 批评国民党泰迂腐 同时宣布退党 针对国民党在2024大选中 要如何推出人选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受访时表明 不同意完全采取全民调初选制度 主张加入党员民调 我觉得郭台铭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怎么可以讲得让民众更为了解 在企业界非常成功的人 他应该有足够能力去处理这些难题 我们台湾是一个比较畸形的 就是只是用全民调来表达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能够代表自己的政党 党员应该在中间有发言权 2024大选 蓝营到底谁来选 一直是各界关注焦点 党内现阶段 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呼声最高 内有侯友宜 外有郭台铭 他们之间该如何协调 选出对的人 成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一大难题 我们一定提对的人 最后团结一丝如我的 一起来努力胜选 主席你会先那个对的人吗 是